这胖小子抓起怪花花心 狼吞虎咽 一路走一路吃 又跪在地上对青草大吃特吃 把草耗的飞快 像遇到了什么人间美味 这孩子不是精神失常 也不是饿昏了头 他在旺卡的神奇巧克力工厂里 这里的一切都是美味的糖果 流淌着巧克力河流和瀑布 还有爱唱歌跳舞的神秘小人们 简直是每个孩子的梦中天堂 这里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工厂 生产出最美味和特别的巧克力 但里面没有一个员工 也没有一个人能够接近这里 有一天 旺卡却向世界宣告 他在巧克力里藏了奖券 获奖的五个孩子可以来工厂游玩 其中一人还能赢得神秘大奖 全世界的小孩都疯狂了 他们将旺卡的巧克力收集一口 希望从中获得珍惜的奖券 查理一家都是旺卡巧克力的粉丝 爷爷曾在那工作过 查理从小听着旺卡的故事长大 他非常想和爷爷一起去参观 可他是个穷苦孩子 只有生日时才能吃一次糖果 他要怎样才能从全世界的孩子中 获得这个千万分之一的机会呢 家人们也看出了查理的困扰 爸爸妈妈凑钱给他买了一份 一家人聚集在一起 充满期待地看着他打开 里面空空荡荡 但是查理开心地说 我有巧克力吃了 将珍贵的糖果分给家人们 时间渐渐过去 四个奖券已经被人拿到了 他们非富即贵 甚至用作弊的方式得到 爷爷愤怒又无奈 他偷偷把查理叫到身边 用颤巍巍的手拿出私房钱 这是查理最后的机会 如果这次没有买到有奖的巧克力 他不会有钱再买一次 查理飞快地跑出家门 买到了一份旺卡巧克力 一打开 又是空无所获 查理在巧克力工厂门口 久久凝视 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其他孩子能够大量同伙 有更多的成功希望 可他最后一次缥缈的希望都失去了 这个孩子充气地走在雪地 却正好发现了雪堆中有张钞票 他捡起来 感到命运女神在招手 又一块沉甸甸的巧克力到查理手中 他打开 他获得了奖券 周围人也惊呆了 他们围上来想用高价购买奖券 查理只想和家人们 第一时间分享好消息 他飞快跑回家 家人们得知后也高兴极了 酒病的爷爷甚至直接跳下床 来了段踢踏舞 想着和查理立刻做准备 明天前往巧克力工厂 可小小的查理却摇摇头 他说别人愿意用高价购买奖券 现在家里更需要的是钱 多么懂事又令人心疼的孩子呀 但外公毫不由一地和他说 家人们都纷纷鼓励查理去工厂 他们虽然衣服和住所破破烂烂的 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第二天 查理和爷爷紧牵着手在工厂门前 等待游历神秘的巧克力工厂 身边还有四个有钱人的孩子 他们将一起争夺神秘大奖 表演中的人偶们燃起火焰 眼珠诡异地融化掉落 这是一个男人却大力地拍手 开心极了 他的模样也很古怪 戴着高帽子发型像女性 化着惨白的妆 活脱脱像走错片场的封帽子 这便是传奇的巧克力商人旺卡 他带领人们走进他的神秘工厂 一步步揭开这里的秘密 灰红的大厅镜头 却是个没有一只脚高的小猫 他打开门 向人们展现了一个神奇的世界 所有事物都是由巧克力形成 每滴河水都是上好的巧克力 而瀑布将各种巧克力混合在一起 是个巨大的冲泡工具 你能想象用瀑布混合而成的 巧克力口感吗 还有许多在这工作的小精灵 他们只有一个果实弄的 在巧克力树上爬上爬下 旺卡邀请孩子尝尝这些事物的味道 有个孩子狂吃泡芙花 像头猛冲的小猪 连脚下的青草也吃得忘乎所以 可他不听旺卡的劝阻 跑到河流边 失足掉进了巧克力河 旺卡一个眼神 叫来了一栋管道 管道将河流搅起巨大漩涡 将小男孩吸了上去 爱乐作剧的小精灵们冒出来 围着他唱歌跳舞 告诉他贪婪的小孩可会倒霉 一条荧光紫的龙舟 顺着巧克力河而来 他很明显也是用糖做成的 里面有一排排华奖和打鼓的小精灵 旺卡和小孩们登上糖浆龙舟 向下一站驶去 他们进入黑漆漆的隧道中 忽然河水奔流而下 他们在里面来了场 惊险刺激的漂游游戏 有一个房间里 奶牛被吊起来被小人们鞭打 这是旺卡式的打发奶油 龙舟在发明室旁停下 里面孕育了各种旺卡的奇思妙下 有装在水池里的永恒糖球 为只有一点零花钱的孩子们创造 能够吸水一年都不会变形 还有生发太妃糖 一个小人吃了后变成行走的毛球 这生产出来给打工人们 应该会大麦特麦了 更特别的 是由一个巨型机器生产出来的口香糖 小小一片里面却包含了三餐 是一片一天的伙食都不用愁了 一个是口香糖比赛冠军的女孩 迫不及待便拿下放嘴里 这是未完成的实验品 旺卡不断劝阻她 可她越嚼越起劲 鼻子上出现了块蓝色 蓝色越长越大 把她整个变成了蓝精灵 还不断变大 成了个有房顶高的蓝色大球 小精灵们把她推走 带到榨汁机里榨掉水分 旺卡一行人来到下一个房间 里面有无数的松鼠在包坚果 是由小松鼠们组成的坚果加工坚 一个骄横的女孩想得到一只松鼠 对女孩群起公知 把她带下了垃圾通道 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小男孩和查理 旺卡带他们走进了 一个有无数案件的透明电梯 他们眨眼之间 去到了白雪矮矮的软糖山 有粉色绵羊生产的棉花糖车间 但要纷飞的糖果厂 查理和小男孩走进一个纯白的房间 他们将争夺神秘大奖的最后瞑目 小孩将手伸进电视屏幕 竟然将电视里的巧克力拿了出来 他撕开包装品尝一口 一块电视中的巧克力进了他肚子 这是旺卡巧克力工厂的最新发明 可以将巧克力发送进电视 这样成千上万的人 都能坐在家里获得美食了 智商超高的小男孩却很不服 认为他发明了奇迹般的传送机 怎么只想着传送巧克力呢 他执意要跳进机器里试试 推开看守的小人们 冲进机器里 得意地在空中做手势 白光闪过 小男孩出现在了各种电视频道里 里面是各种小精灵半程的人物 唱着电视让小孩变愚笨 他们会再也不理解 童话故事和仙境 小男孩在里面受够了苦头 被爸爸拿出来时变成了小小一个 旺卡让他去拉伸机那时候处理 参加巧克力工厂竞赛的孩子 只剩下了查理一个 最后的神秘大奖 将归最普通的查理所有 旺卡将查理一行带到神奇电梯 按下飞上云霄的按钮 电梯在幽深的通道里一直上升 不断地提升速度 直到冲破房顶 飞到了云层之上 又急速坠落 直到旺卡按下按键 电梯四角喷出火焰 稳稳地浮在了空中 查理爷爷拦紧查理 深深呼了口气 电梯带着他们悠悠飞过城镇 来到查理的家 查理看到爸爸妈妈们 激动地上去拥抱 可旺卡在一旁却神情古怪 他解开神秘大奖的谜底 旺卡设计这次竞赛 就是为了寻找自己的继承人 查理笑得开心极了 一家人搂成一团 这个贫穷的家庭忽然有了曙光 查理也在不用忍机受冻了 旺卡接下来的话 却让他的笑容冻结在脸上 他要查理远离家人 可自己独自居住在工厂里 查理对信心满满的旺卡 坚定地说 旺卡懵了 表情变了又扁 他想不明白为什么有 会为了家人抛弃继承权 旺卡很小时候就离开家生活 他甚至痛恨自己的父亲 他爸爸是一个牙医 从小让他戴着可怕的牙套 不能吃一点糖果 小旺卡第一次吃到糖果 还是从火堆的灰烬里找出来的 自从吃了第一口 他对糖果的爱便不可收拾 立志成为最伟大的糖果大师 说出梦想后 父亲让他滚出去 他便再也和家没有了联系 旺卡因为查理对家人的深爱 陷入迷惑 他再次找到查理 查理说家人的反对 在开始时出于爱 旺卡不信 查理提出和他一起回家 从他父亲那得到答案 两人坐着神奇电梯 到了父亲住处 那儿一片荒芜 邻居都搬走了 只有旺卡家孤零零的手在原地 打开门后 旺卡父亲没有认出儿子 他问两人有预约吗 查理帮旺卡回答 旺卡打开一口洁白整齐的牙 父亲从他牙齿的特点里认出了他 父亲举起手几次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僵硬地将儿子抱在怀里 旺卡也依偎在他身盘 两人再次回到查理家中 家里已经准备好了晚宴迎接他们 奶奶大力拥抱了旺卡 这次旅程 他们都得到了非同寻常的礼物 查理拥有了神奇的巧克力工厂 旺卡拥有了家人和爱 家人和我们十分亲密 又有各种矛盾 让我们又爱又恨心情复杂 但许多让我们烦恼的欣慰 出发点是不善表达的爱 你和家人间有什么故事吗 你怎么看待自己的家人呢 在留言区告诉萌妹女的故事吧